尊敬的拉玛弗萨总统 很高兴同各位同事在大阪再次见面 感谢波索纳罗总统为本次会晤所做的周到的安排 首先我要祝贺拉玛弗萨总统和莫迪总理最近成功连任 各位同事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复杂严峻的时期 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增长 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的增加 其中最突出的风险是个别发达国家 频频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